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 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议 国民党的换柱行动将要在明天登场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将要正式废纸 总统参选人洪秀柱的提名 换柱能够挽救国民党的颓势吗 换柱风波又凸显了哪些问题呢 我们下面要通过skype连线 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系教授 谢富生 谢教授 他同时也是台湾的政治观察家 谢教授您好 您好 是我们知道在明天国民党的临权会上 已经确定了包括马英九 连战朱立伦洪秀柱都要发言 我们可以预期的这个现场 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和场景吗 我想国民党中央 当然对于这次临时全代会的安排 当然总希望能够尽量的平顺 也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全党团结 一致的这样一种氛围 当然没办法保证说不会有一些所谓插枪走火 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党代表之间的那个源与冲突 但是我想所有大的这种混乱 我想当然应该不至于 所以我想我预期应该这个 临时全代会应该可以蛮平顺的进行才是 是谢教授我们也知道据说现在这个国民党中央也开始进行调查 有将近八成的代表已经表示会支持党中央的决定 那我们继续就来看看 国民党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说 这个撤换红袖柱是不得已的 是为了救党 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到这国民党在他的脸书说 这个换柱是为了救党 绝对不是争权力或者换好处 而是要努力来争取成为人民的选择 但是外界有很大的质疑 换柱真的能够就能挽救国民党吗 还是说更加剧了国民党内的分裂呢 我想选举当然是很现实的 这一次的整个竞选的过程当中 从洪秀柱接收党的提名 他在党内的民调从46%一路往下滑 那现在几乎像一个自由落体一样 支持度只剩下20%左右 那这个从不但影响到总统选举的选情 从对很多立委的选情也反正蛮大的影响 那中南部不用讲了 那在甚至到了北部地区 到了新北市 陶渊市 也可以看到很多国民党的一些选区岌岌可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国民党不但可能会失掉 不但会失掉总统的选举 那可能在立委选举当中也会表现的非常 就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局面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我想国民党内部当然有很大的危机感 这也是可以理解 那从这角度来讲 我想国民党进行这样一个换柱的行动 我想多少也希望能够对他们整个选情能够有所注意 那当然这个会不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这当然会进一步的分裂 这当然是可能难免 因为没有一个政党是完全大家都一样的 想法一样的 那国民党内本来就有深蓝浅蓝 各式一样的不同的区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如果换柱的行动发生 那对于一些深蓝的支持者 当然可能会对于党中央的决定可能会有一些不满 那不过我想这个 因为最终到头来还是党跟党的对决 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还有其他政党的一些竞争 那我想到从现在到选举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这种分裂我想其实是有 但是我想可能还是蛮局限的 是 那么谢教授 继续我们就把焦点我们转向来看看 这一次的换柱风波 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朱立伦他曾经表示说 换下红袖柱主要就是担心他的这个主张 是有为台湾的这个整体民意 主体民意 那么很多人说真的这个红袖柱的两岸主张 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您的看法呢 我想可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他一直开始就是握着这根草 那这个实际上是有为整个选举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一般的选举的规律 因为在选举当中 特别在一对一的对决的情况下 当然这次选举不是完全一对一 应该还有一个亲民党的宋楚瑜 不过就国民党的选战的打法 总是应该要摆脱宋楚瑜 然后最后形成跟民进党的蔡英文一对一的局面 那在这种情况下往中间走 在这个整个政治光谱上面往中间走 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就像在美国你共和党提一个太保守的 或者民主党提一个太自由派的 那选举都很难选 那这次我想红袖做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他一开始的一些发言 包括一中同表 我不能说中华民国的存在 中极统一等等 那这些都至少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 或是被别人栽赃 总是把它往这个所谓统的方向去推 那同时反过来讲 蔡英文打得非常沉稳 他一路追紧 一路抓紧 这个所谓维持现状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国民党的优势是在现状这一块 因为这是为什么蓝大绿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现在就是说国民党等于失守这一块 那对整个国民党的选拟 当然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我想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 怎么样把这个战线再抽回到那个现状 抽回到中间 政治光谱的中间 我想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举措 是 谢教授 最后30秒 除了这个国民党可能要抽回走到中间路线之外 对北京来讲 很多人说这次国民党的这个乱局 或者换柱风波 也让北京的重新思考 到底台湾的选民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您认为这次换柱风波 会对北京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想北京可能可以更加的体认到 就是台湾选民的趋向 那这次台湾的选民 其实基本上在统独一体上面来讲 其实是蛮稳定的 但只是最近这几年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年轻的族群这一块 比如20 30岁这些年轻人 事实上再明显的改变 那这个我想北京必须要重新思考 怎么样 到底他的对待政策应该怎么去处理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谢富生 谢教授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感谢您 那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呢 我们也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报导国民党林全会的最新发展和反应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及时报导 同时发表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